镜头之际一类俄军纵队大局挺进库斯克展开反攻行动 与乌军爆发激战 乌克兰8月逆袭俄罗斯夺下约1300平方公里土地 让俄罗斯总统普廷面子有点挂不住 禁止哈萨利军队得在10月1号前夺回师徒 第五一空将团等部队开始从库斯克西侧进攻 并宣称以夺回始作村落 不过根据开源情报地图 目前能确认夺回的区域约为举色范围区块 目前两军在塞姆河南方斯纳格斯寄村展开激战 社群媒体上跟疯传俄军气战车逃亡的影片 画面中一辆T-80因乌军攻势冒出黑烟 想不到俄罗斯士兵健壮竟跳车一头钻进草丛里 随即不见踪影 同时BMT拓展兵战车在前线被摧毁的画面也陆续曝光 可以看见照片中BMT-2已面目全非 乌克兰官方仍未针对局势发出声明 但军方消息人士则指出 俄军在这波行动中已准是一个连三辆步兵战车 一辆主力战车等部分攻势已停止 分析师则指出 原先外界认为俄军在此发动反攻 是一项高风险低成功率的行动 乌克兰本应能成功防御 结果就搞砸了 认为乌克兰必须考虑培养更有经验的领导阶层 避免军队面对最明显的威胁 毫无准备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英国外交大臣拉米罕见联合出访基辅 除了分别提供超过7亿美元和6亿英镑的援助 也承诺将迅速审查乌克兰希望放宽长城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要求 英国卫报指出 布林肯暗示美方将解除禁令 英国则是以私下先允许乌军使用暴风影打击二进目标 但使用的详细细节仍要以美国意见为主 继续黄信仰整理报道